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日本近日出现迷上北韩文化的年轻粉丝,他们甚至创建俱乐部,模仿北韩女子团体牡丹风乐团,成立了新军少女穿上自制制服,练习表演牡丹风乐团的歌曲舞蹈,而且观众还不少。 综合外媒报道,尽管北韩日前发射两枚飞弹,甚至扬言三个月内集成日本找进事件拼船,但一个名为东京北韩俱乐部的团体却迷上北韩文化,模仿北韩女子团体牡丹风乐团。 牡丹风乐团号称北韩版的少女时代,成员都由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自挑选。 先军少女团长军勋Chanen说,因为大学时研究北韩宣传技术而着迷于北韩文化,现在为神奈川线的自由插画家。 他说,我们不支持金正恩的政策,但我们喜欢北韩的音乐和艺术,在一开始创立俱乐部时的确收到许多保守团体批评,甚至有人质疑你们在搞反社会活动吗? 你是北韩间谍吗?但他表示,就像喜欢美国的泰勒斯或南韩的KPOP一样,我们喜欢的是北韩文化而已。 先军少女的舞蹈和音乐表演也培养了一群粉丝,粉丝甚至会穿上北韩军装在台下看表演支持。